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mart Roster 小肥綠吧 那我之前會想要把它賣掉的原因是因為 女兒要出生了 那必須要換一台比較大一點的車 而賣掉小肥綠的錢也可以拿來當頭戲款 那攪起來比較輕鬆一點嘛 結果我碰到的買家是一個芭樂哥 口頭承諾跟我說要買 結果之後關頭的Twin就說不要了 害我差點被開了天窗 而後來因為車子也買了嘛 然後小肥綠又是一台仰起來很省錢的車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迫切想要賣的感覺啦 那就比較像是和老婆交差似的把他丟上網啊 然後佛系賣車 真的是佛系賣車 因為有人來問我我都會跟他說啊 你可以先看一下別台車啊不用看我這一台啊沒關係 原因就在於說小肥綠真的是一台很好玩的車 而前陣子也有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叫做小肥綠的頻道 他就有介紹到Smart Roadster這台車 不過嚴格說起來啊他有一點說的比較不對 那就是他說Smart Roadster是最便宜可以開到像法拉利感覺的車 嚴格說起來應該不是像法拉利 而是像保時捷才對 因為啊 法拉利是中置引擎後輪傳動 而Smart Roadster則是和保時捷一樣採用了後置引擎後輪傳動 所以說雖然瑪麗沒有和保時捷一樣猛 但是就至少能夠完整的感受到那一種RR驅動方式的 彎中容易被車尾拉著跑的感覺 這個是一般前置引擎的車所無法感受到的 所以雖然小肥綠只有兩人坐沒有辦法全家出遊 不過每次只要開到他我都是覺得很開心 因此就慢慢放下了想要把他賣掉的念頭 那也開始整理一些東西啊 而我最近剛開始整理的項目就是 引擎的周邊復健 那我去的位置是換了發電機的單向軸程 解少換檔時轉速落差對引擎產生的阻力 另外就是處理一下 優力可以小勝油與更換引擎腳的這些基本的保養 那還有就是換了他不換的 XK88紙類機油 以及全車的皮帶組 換完之後啊 這台車根本就跟火了過來一樣 這也算是我開載車花最多錢的一次保養吧 大概花了兩張出頭吧 不過帶來的感受真的差異非常的大 而既然想要認真玩這台車 那我也把輪胎從原本比較經濟型能取向的GOOT1 ATM2 換成了陸航的AK01半熱輪胎 然後又陸續更新了一些小周邊 例如說把小肥魚的防盜 從原廠那個很波爛的紅藍線 升級成無線電的防盜 還有啊 就是換了新的空力 原本想說要改裝定速 只是剛好碰到缺料所以就沒有改 而後來還決定跟Smart Roadster的車友一起跑大力寶 那我們包了一節來當全Smart Roadster組的色調日 其實一節真的就夠了 因為我們都很怕說超過一節我們的車受不受得了 因為講真的我在這次下去跑之前 我已經做好了引擎會爆炸來先進準備 畢竟我的車才3缸698cc 而且我的動力又是最小的45kw版本 想必應該會很長的時間都是全由我們在開啦 而大力寶又是對於下車非常吃重的一條賽道 所以我想除了引擎之外 我覺得我的前輪軸程可能在跑完之後也會下課啦 可是沒差啦 反正我最近決定說 要把小肥魚留下來啦對不對 炸掉的話就給自己一個牛當升級的藉口吧 就換了這樣的心情 所以我讓這一台 已層數接近19萬公里 然後動力、自動、懸吊 都是全影響動態的Smart Roadster小肥魚 給開下了大力寶賽道 沒有意外的就是我除了過關之外 幾乎所有的時代都是全能玩的啦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力寶的路線設計 幾乎都是需要重煞車 所以Smart Roadster那種前輪荷重不夠 可能會轉向不足的問題 不會發生 那這個狀況 在那種速度要快不快 要慢不慢的傳道別那裡發生 因為我們的引擎在後面 車頭又非常的輕 過關煞車如果沒有帶非常的重的話 前輪荷重會不太夠 就很容易產生轉向不足的問題 但是在大力寶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反倒是因為速度不夠 外加車重很輕 所以就算我自己運行煞車 一樣可以延遲到大概六七十公尺處 才減速路環 但這樣就帶出一個非常討厭的東西 那就是變速箱的保護系統 Smart Roadster這台車因為引擎非常的小 排氣量也小 可是增壓值擋得很高 所以賓石原廠對這台車的保護處 是做得非常的完整 你轉速沒有跌到3600轉以內 基本上系統是不會讓你退擋的 那這就會變成什麼狀況 就是會當我在路彎減速完成 想要退擋的時候 會退不了擋 必須一直到 進到彎中轉速掉到限度範圍內之後 才能夠退擋 但是Smart Roadster的變速箱 就是出了你的世界藍 換擋到動力階段完成的時間 大概會接近兩秒 在彎中退擋 就會變成是我在出彎的時候 速度完全慢一級 因此如果我真的想要快速出彎的話 就變成是 可能必須提前在一半公里處 就進剎車 讓轉速可以在路彎前 降到我能夠退擋的範圍 之後呢 在路彎前完成退擋動作 然後把車帶進彎道 再做出彎加速的動作 但這次敗就敗在我 太接近Smart Roadster的劉大哥 他是侵略性很重的車友 而且他的車是60kw版本 但就是原廠的動力 我就差他接近20p 更別提他還有做過一些動力改裝 像是渦輪或周邊相關的升級 所以呢 在直線我就只是被他墊甲的 不過還好是我跑過一兩次大力寶 那這是他第一次 所以在路線的熟悉度上面 會比他更好一點點 因此大家可以發現在彎中的速度 會有很明顯的看得出落差 不過就是因為動力落差太大 所以在到了直線上的時候 基本上只能夠被虐而已 如果我真的想要進行攻擊的話 就是一定要在路彎前就去攻他內線 不過這樣子實在太激進的超車模式 我是能夠避免就避免啦 所以在之後利用 慢車擋到的機會超到他前面 才有辦法好好去跑車開道 可是就像我講的一樣 劉大哥他的價值風格 侵略性非常的強烈 所以如果說我想要做成績的話 就是要提早煞車 來增加出彎的加速能力嘛 但是我只要提早煞車 你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他 或一直想要想盡辦法 來攻擊我的內線 如果說我被他超車到前面去的話 那又會變成是 入彎被擋住 出彎被海放 那 真的也很難做出自己想要的成績 所以我也就只能夠採用 比較防守的路線 那就是延遲剎車 來防止我入彎的線被他攻擊 這樣子一來一往 其實兩個人的速度 就被彼此給牽制住了 雖然有點可惜 不過過程是蠻有趣的 因為原本有的Smart Roadster 這種小玩具車 在跑大力寶的時候 會很乏力 不過實際上的熱趣還真的不少 而且配上抓地力很強的半熱龍胎 在這邊跑真的蠻開心的 就可惜是便利箱不夠力 拖累了不少速度 還有就是動力真的太小 真的要做成績的話 出手會更進一步的 降低幾個彎道路線上的失誤 所造成的速度損失 過這次出彼宴 能夠穩住 把成績做在2分20秒左右 對我個人來講算是蠻開心的成績 而劉大哥他則是在中半段 被我拉出一小段距離之後 在完全沒有任何干涉的狀況下 就做出了當天Smart Roadster 最快的2分19秒的成績 不過我相信這次大力寶出體驗完之後啊 下一次打他路線更熟之後呢 這個成績絕對又可以更往前推進才對 所以如果下次要跑的話 我應該選擇和劉大哥保持距離 才不會發生和今天一樣 又相互干涉路線的問題 但是問題就在於 沒有下次了 是的 跑完Smart Road 隔天 我上台北的時候就接到一通電話 這一通電話也就 註定要讓我和小肥力說再見 其實小肥力真的沒有什麼不好啦 他唯一會讓我閒了這兩個點 那就是變速箱跟動力 至於時不時用這一點 我覺得就一台方卡而言 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 而且講真的小肥力動力雖然不夠 但也不算是那麼樣致命的缺點啦 畢竟在操控上帶來的樂趣 就足夠把動力上的不足給補回來啦 真正會老小把小肥力換掉的原因呢 就是在於他的變速箱 坦白再說啦 如果小肥力是手排車的話 我可能跟大家保證 在我老死之前 我是絕對不會把他給賣掉了 但是重點就在於他沒有手排 而且就連想要改裝手排都是一大考驗 像我剛剛和大家在賽道裡面聊的一樣嘛 變速箱是這台樂趣小車大大扣分的一個點 如果說你看到我的Crystal的軌跡紀錄就可以發現 有時候就是在直線上啊 也是會出現幾個深綠色的減速小點 那個減速小點正是換檔時時候產生的 這樣子你就可以明白這台車的兵務商有多悲劇了吧 悲劇到他在換檔的時候會被判定成是在減速喔 對我來說啊 一台FUNCAR就是要好玩嘛 孫手排就是一個可以讓車變得很好玩的東西啊 是可以小菲律沒有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重新回到車牌的懷抱 那也因此我才狠著家境把小菲律給送走 從2013年的年底 一直到現在2020年 小菲律也跟著我走過將近7年的時間 那在看到新車主把他開立我視線的那一刻 坦白講真的是還蠻捨不得的 這就是每個犯賤男人人生中必經的過程 當你想要往前走的時候呢 就勢必要去犧牲點什麼東西 對現在的我來講 最理想的FUNCAR當然一定要純手排的嘛 然後呢 要是四驅或者是後驅 而且啊 一定要後座 沒有辦法載的沒關係 至少可以讓我載小寶寶就好 因為 偶爾開FUNCAR的時候也是會碰到需要全家出門的時候嘛 那 如果說有小後座可以載小朋友的話 至少我還可以開著FUNCAR帶全家出門 這樣子也可以減輕掉一點老婆對這輛車的怨言 這個大概就是我目前對於FUNCAR的基本需求了吧 至於純雙人雙座的FUNCAR 可能再等個幾十年 那女兒大了點之後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吧 不過那個時候還有沒有汽油車我就不知道了啦 那 總而言之啊 扣除掉變速箱來說啊 Smart Road 絕對是一台超級無敵霹靂棒的車 那我也很感謝小肥魚在這七年的時間裡面帶給我非常多的美好回憶 OK 那也就只能這樣子啦 就 請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小肥魚的最後一部影片吧 OK 我是小士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呢 稍等一下 我們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